前面 前面 完成後 完成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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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 是華燈初上的嗎? 華燈是當年在50年代蘇聯幫中國做的 左邊頂部亮燈的地方屬於國家博物館 華燈是甚麼? 紅燈位的地方是安全部 華燈是甚麼? 華燈是甚麼? 是拉 左前方就是天安門廣場 天安門廣場到降期之後 這個廣場就會全部封閉 全部關注不讓他 而天安門廣場 因為這幾年太多人鬧事 所以馬上不讓他參觀 右前方就是天安門城樓 你今天都經過的天安門城樓 中間的位置就把北京的長安街東西兩邊分開 現在走前一點 就長安街的東邊走完 再向前下就是西長安街 現在是西長安街和南京的東邊 現在的東邊都開了 這東邊都開了 大喜的東邊 更多 大喜的東邊都開了 大喜的東邊都開了 因為沒有遊客人在裏面 沒有遊客的人不可以去 再向前往是西長安街 長安街最苦的地方是80米 把中間的圍欄拆開之後 你就在飛機跑道 左手邊就是人民大會堂 你今天都見過了 我們繼續享受一下 到紅綠燈位的位置 留意左手邊 紅綠燈位的左手邊 就是國家大劇院 這個國家大劇院 好像一隻蛋 放在水上面的建築 我們北京常有水、尿、蛋 三組建築 水是水入坊 鳥是鳥巢 蛋就是國家大劇院 看看左手邊 看看左手邊 國家大劇院 沒有開燈 沒有開燈 有啦 又開燈 留意左手邊 這是國家大劇院 這個 這個 我們再向前走 要見到中南海的正門 新華門 有一部警車的位置 每天都很多人在這裏遺伐這個手段 中南海的保鑣門口 新南門就是我們中南海的正門口 大家可以留言看看 這個裏面就是中南海 中海南海統制叫中南海 這裏就是我們中央領導人 部份中央領導人住在裏面 國務院辦公的地方就是中南海 是呀,有些地方有住家屬的 現在正在走西長安街 差不多到前面的紅路燈就走完西長安街